張岳英問問老師的問題就是 她的聖女番茄已經在採收了 但是有這個番茄葉是不是要把它打掉了 一般是這樣 但是說 在開始可以採收 就是說你現在已經可以採收了 你開始可以採收 在那個荷葉 差不多所有的荷葉都可以把它煎掉 就是說全部都可以把它打扛 讓它其中有一個火 我們一般來說就是 這個火裡面其中有一個在灯色 綠色變白毛 開始在變紅 這種的種植水的時候 你就差不多可以把它 基本上基本上 你就可以開始把這個荷葉 這個荷葉這個荷葉就給它剪掉 這個荷葉就可以把它剪掉 這樣依靠我來把它打扛掉 它的顏色就會稍微好一些些 所以這個荷葉在這個處理上 我們什麼時候要加熱 大概就是這種的時間點 還有一種情形就是說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太過頭多 就是說那個荷葉太茂密了 還是說我們把荷葉蒸了更多 還是流了太多 這可能是太過頭多 所以就是說這些東西太多 我們就只好去把他加一塊 有的人會把荷葉加煎一半 就是說那荷葉滿長的 我們把他加一層 當然你要是說已經開始在採收 這個荷葉會加荷葉 最好學會把他打一塊雕 開始漸漸的 有的人甚至 在荷葉還把荷葉加到 算比較折 他還把荷葉加到 沒有整荷葉加到 但是最起碼要黏一半 這樣起來的這個 效果就會好很多 所以一般我們的建議 建議說 稍微打一個荷葉 他的這個這個這個 效果上會 會好好的 讓你有明顯的感覺 尤其那個食水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 我們通風比較好 日常比較充足 這可能是 他最大的這個優點 就是說我們現在 如果是有給他加荷葉 他通風比較好一些病 譬如說像完疫病 譬如說他的這個病 譬如說 為肚子起來的這個疫病 這部分的這個病 這都沒有那麼多明顯 這起來呢 我們在這個管理上 你就會感覺到 會感覺說 他的這個效果很很好 最主要是食水 這個顏色的這個 當然 這不是只有食水的這個問題 這個包括 包括有很多 有很多這種的這個 這個 包括這個研究裡面 都有講到三量 這個產量呢 他也有很明顯的幫助 所以我們在這裡呢 就是說 好朋友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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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時候 在這裡 沒有那麼多工 因為你說 打荷葉 講到這裡 很爽 是啊 是很爽 但是呢 要打荷葉 你才不用工去做 但是這絕對 我們如果去做呢 說到 白就是說 會過工 因為你有做到沒有做 第一 三流 也有 第二 還有一個 就是說 還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說 食水 品質 就是說 食水的這個部分 也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我覺得 這是大家 我們去幫他倒進 這是很多好朋友呢 都會去了解到 就是說想要進一步 知道說 到底 到底我這個 是什麼樣的 什麼時候 要來拍 所以 有人去做這方面 一個在背上的一個研究 譬如說 他在我們 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時間 來幫他做三流 做這個品質的一個 這種筆對 他會發現說 比較適合 人家 那種時間點 或是抓了剛好的時候 他用起來的 效果呢 就很好 所以呢 通常就是 在我們 做的 最主要 最主要呢 應該就是 為這個方便 時間 你一定要抓好 所以 最簡單的原因 就是 鋼這顆火裡面 其中一顆 已經紅了 他會比較好 你就可以把它加掉 有的說 到底是要加幾顆 這 鋼起來 鋼起來 最起碼要六十公分的 是可以留得 很健康的 這應該是最好的 這個 這個 管道 還蓋起來 我們就不用 就 扁框 有的人 好像黏著 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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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效果 這覺得很不錯 就是說 它起來 這個效果 真的很好吃 這樣 這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下 這個參考 這大概是這樣 這個情形 這在這裡 提供給我們 提供朋友 在你的管理上 你可以這樣 來做一個 就是說 要拍照 不拍照 這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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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們選到的 這個原則 我們選擇的原則 這個原則 就是在這裡 所以你一定要幫他做好事 大致上 大致上 大致上是這樣的 這個情形 這在這裡 我們提供朋友 可以稍微來幫他 注意到 大致上是這樣的 這個時間點 你稍微掌握一下 提供給你做參考 嗯哼 好